独家坦诚断步干净!陆元琪新欢声明:"我极度恐惧,不劈腿!" 48岁陆元琪去年和小11岁的电商新贵旅元中Mike's交往,佐自称旅元中正派女友的林小姐却向苹果爆料,她和旅交往4年多,等于交往时间重叠,并致她惯性劈腿。 48岁陆昨回应确定Mike's去年10月已跟林小姐分手,更点出旅元中被前女友情绪勒索,林女金拿出亲密接吻照证据,更透露弄历年她当助旅妈说:"我们要生小孩,向她求婚,上月更同去高雄看演唱会,"林女说:"祝她幸福,但该还我清白的还是的孩?" 48岁陆元中发出声明坦诚跟前女友的关系处理不好断步干净,造成了很多人的伤害,并表示为次要和对方提分手,对方的激进行为与情绪表现让她极度害怕。 48岁陆元中闹出劈腿一云,陆元齐左冷静宣布分手,时间点就在周日里女闹自杀Mike's去的那天。 48岁陆元中闹出劈腿一云,她称被林小姐骚扰多日,对方连原意都不放过,虽然确定Mike去年10月就已跟林小姐提分手,也没有劈腿,如果你的男友被前女友情绪勒索,不可能还跟这个人在一起,让生活这么混乱。 48岁陆元中闹出劈腿一云,对陆元齐的说法,林女惊认不住为自己澄清,陆小姐一直咬定我是10月份就被吕抛弃,而且说我是一直在请血勒索的前女友,这对我太伤了。 48岁陆元中闹,林的20年姊妹陶也愤慨为她抱不平他们那时候10月真的还没分手,所以没有所谓的前女友。 48岁陆元中闹,只能说渣男劈腿是事实,她是受害者,至于鲁是不是也是受害者亦或是加害者,我无法置评。 女女金更提供和吕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的亲密照,包括去年9月21日两人在公开场合浪漫议问和实质紧扣和照,今年1月去高雄看张学游演唱会的自拍照,她指出去年10月29日她去演讲,也跟大家称她是夫人。 今年1月16日她到她公司演讲,全场人士都知道两人男女朋友关系,我没有跟她分手,四年多来都没有。 而今年农历年,林女也在旅园中家过年,她当住妈妈的面求婚,也说两人想生小孩。 林女说她近三个月常说想生小孩,因此她俩没有避孕,她平均每个月向她求婚一次,但她认为她性格殷勤不定,希望她能更稳定在结婚,至于生小孩她同意,等于朝住结婚的方向迈进。 林的好友也称,一直到过年,我打电话给她拜年,她都在吕家过年,1月12日她去林女家,吕先生也打电话说要过来。 对情绪绑架,林的好友反驳,吕先生一天到晚溺住她,到底是谁绑架谁? 也因吕源中一直非常宠爱林女,包括向她自己洗头,她一定会帮她吹道干,也会给她钱。 直到吕和路的新闻曝光前,林女看不出任何迹象,是否她曾提过分手,她没有,她只有说她想一下我是不是和当太太,但没有任何吵戒的情况,也从未分手。 林女无奈说,我如何接受,她在别的女人面前说我死缠不放,说我精神状态有问题,她到昨天还是不正面回答。 林女解释,林女解释,因路的儿子原一发文力听妈妈恋情,她才相信被劈腿的事实,因此各传一封讯给路和原意,但不是骚扰,你口中的uncle一直有女朋友,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情,因为我就是他一直在交往的女朋友,祝你们幸福,也请管好吕先生,别让他再来骚扰我。 远一发文,2月14同天,与女崩溃传讯,逼问吕连两天,但吕都未回,她前天万念,举辉玉从18楼住处跳楼,我当时穿红衣红鞋,就是要阴魂不散地纠缠她。 被18岁儿子救回,她承诺再也不做这种事了,我会过得更好给她看。 这所以会爆料,与女说,我不是要毁了她,我要一个清白。 对此,陆元琪没太多情绪,她说,她好辛苦,我看了很心疼,每个人都该学会分手后祝福对方,不管受伤了还是和平的分手,学会祝福才能让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平静美好。 讲完还自嘲还帮小胖大哥,这原为人学会祝福。